大家好,这是9月26日,香港时间是下午3点05分 刚刚录了两段有关经济和股票的新闻 这一节是讲讲香港现时的政治局势 政治和经济很多时候都是黏在一起,很难分得开 所以随便投资的计刑也要讲讲这个题目 现阶段香港的政治环境已经去到哪里 在美国那边已经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立入了美国众议院的下一步研究审核的方面 这就踏出了第一步 在这个人权法上的详细内容不需要我多说 因为很多新闻报导者都有详细的分析 我们在这里讲一讲这个法案 对于香港的经济 以及对于现时的时事方面 我们是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发觉很少人是从经济的角度 以及从未来应该是或者目前应该是向哪个方向走 很明确地说出来 首先香港的经济 前两天我还在香港,我在香港办广座 我来到香港的时候还看到香港的报纸 看到出口是下调 GDP亦变了负增长 我直接看回香港的恒生指数 香港恒生指数就是一个政治的恒书表 如果政治稳定的话 香港股市一定会向上 好像台湾来说 虽然台湾将会有大选 但是台湾的股市跟着美国 是一直向上 以及预备破高位上 但是反观香港的恒生指数 它是一浪低于一浪 一浪低于一浪 只是看股市 就可以看到投资者 或者其他金融界的人士 如何看香港的未来 他们觉得香港未来的经济 是非常之差劲 就是说今天才是9月26日 大家会理解 在经济和时事上 有什么叫差劲呢 而成新指数 就算今天没有一点升跌的话 你会发觉很快的几天 它可能会去到25250 向着25250 以及24900 24900 有这些位置进发 一浪低于一浪 这些位置就是 Eric自己量度出来的 量度出来 而现在机会率也很高 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其他的 很短的时间 有一个出路 是给香港的统治者 和香港的市民 大家可以有一个 我叫做compromise 大家可以沟通 我看不到有沟通的桥 那 变成是每放月下 但另一方面 香港的示威者 争取民主自由 这方面 争取普世价值 好像我们在深浙加拿大的华侨 我本人也是极赞成的 因为如果不赞成 也不会移民到加拿大 普世价值 包括自由 自由的言论 这些普选价值 这些是 差不多很多地方都有的 特别是有教育 还有GDP 过三四万个国家 很多都有 唯独就是香港没有 香港GDP 就是拍得住加拿大 但居然香港是没有一个 民主的普选 这个是很令人惊奇的 亦都难怪拖着香港经济发展 但在我刚刚去完香港 我看到 我看到香港的马路 铁栏被人拆了 又或者是地铁 也有些机器被人损坏 但相对我看到警察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有点害怕 作为一个旅客回到香港 我是香港人 但是路经香港 我也害怕 如果香港的治安 和香港警察 是被人这么负面的感觉 自己会害怕 怕什么呢 怕什么呢 乱去打人的时候 无差别打人的时候 你走过去被他打倒 还有棍棍都打后脑 不少东西 一下子打傻了 又没买保险 买保险都没人受 还有 保险捉了回去 警署先捉48小时 甚至乎不知如何嘔 打你 有很多人出来说 你说是对还是不对 是吧 上去法庭才算 又拖大几年 再不再 无端端 是否都告你一个暴动罪 不需要经过律准施 不需要经过任何第三方意见 就差出一条最严重的罪案 以让你自己去打官司 让你自己出钱 这种是什么手法 这种是很多年前新加坡的手法 用一个法律去告人民 让人民 告到人民破产 让人民不敢和执政党对抗 香港政府是用各种其他政府的历史性的策略 对付香港的平民百姓 当然不公平 因为你有权有势 什么都有 你告香港市民 你自己就有整个律政司 整个最优秀的团队 而反观香港市民 他是没有的 引致到很多朋友 还要马上走路 去台湾 去台湾 去其他地方 去台湾 还要把家书回来 去支持香港 这样去压迫香港的普罗大众 你会明白到 会有反劳 当然 我自己也反对暴力 无论哪一方面有暴力 都是不应该 但如果你压迫别人太重要的时候 别人作为自卫性 又会怎么办呢 所以 真的很希望 警察方面的暴力 实在是太过分了 而 迫迫到学生 市民 示威的群众 懒敢去拆掉 甚至乎 迁劳于党铁 或地铁 打烂地铁的物品 这些是 如果比较 你说你打烂了些东西 你不对 但你想一想 别人打烂的是死物 你是打伤别人的头 打伤别人的脑 打到别人可能不见了影 甚至乎 不良心 你自己就会知道 是如何检查 刚刚在BC省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 只是 整个BC省 访问了大概800个人 访问者 这是BC省的居民 即是加拿大西面最大的省份 只有6%的受访者 是支持 即是说 希望我们厄泰华 即是我们加拿大的首都 支持北京政府 6% 60%或者10倍以上 是支持BC省政府 或者加拿大 去支持香港的示威者 或者群众 支持他们的诉求 这个比例是一个 在西方的民主社会 一个民调 刚刚今天才出来的 这个反映到 在外国的普罗大众 在800个受访者 或是BC的居民 他没有说是什么种族 我估计应该是大家 即是平均分 平均分的话 加拿大的分配率 就是10%左右 或以下 就是少数族裔 即是中国人 少数 90多是白人 但如果是BC省来说 温哥华 就是中国人比较多 但如果是整个省 温哥华 只不过是一丁点的地方 所以我估计这800个备访者 里面也有很大部分 是半地的加拿大白人 但这个没有discourse 但无论如何都好 他们都是加拿大人 而他们有60% 都是支持香港的群众 这个对于香港人 是一个鼓舞 另一方面 我亦希望 比较建议香港的年轻人 或示威者 小弟一直在从政参政 其实从小到大 都是被训练成参选 只不过是忍受自己 不要真正参选 在90年代才参选 他是一次 然后我就没有了 因为没有什么大事大非 没有什么 就是不想他搞这些东西 但是根据我个人经验 最重要一点就是 现在阶段千万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因为你想想 近段时间 警察不断去打你们 胡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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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差别地冲入地铁站 令我这个人走过尖沙咀站前两天 看到一群防暴警站在那儿 我自己都心怯 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全香港人的注意力 分散去对付警察 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分心的 你想想,整个中国也好,整个香港来说 警察只不过他们一张旗,一张旗,一只旗子 还是最细微的那一粒 他们把所有注意力,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去对付警察的时候 然后,头子就逍遥法外,头子就很轻松自宰 所以大家要理解,射无头而不幸 最主要要针对对象,是你的诉求 你的诉求应该是针对什么?针对头 不要被分散在警察里 当你将你的埋怨,投诉,受恨 是直跟在心里,然后再将他发挥出来 去愤怒,去骂警察的时候 你会不会发觉,有可能你已经中了对方的圈套 对方就是想你这样 想你在失控失去理智的情况下 更加将你的注意力分散在这些最细微的小兵小却 而他们是无能力去管理自己的行动计划的 当然,有一小部分或者有一部分 他可能是太冲动,去打人 或者你认为很大部分都是这样 但他们都在整个政府架构上 是最低微的兵 而他们很多时候没有主要杀 所以我觉得 运动是否应该是要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我要针对的是头 我要针对的是警察局长 我也针对的,仍然是后面握手的西环 可能是这个林郑,但如果你觉得林郑都已经是一个傀侣政府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应该直接去针对话时的人呢? 然后是捉住他们和你对话呢? 不是说给一个傀侣的林郑去和你对话你就满意呢? 你发觉他用两种方法去分散你的助力 一方面用警察去分散大家的助力 是让大家产生仇恨 让大家是人民对人民,人民打人民 不能发大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还中这招,千万不要惹 第二,他就将你分散助力 让你所有的助力都与林郑身上 其实林郑大家都明白了 她都没有力了,是不是? 你还想着找她对话多鬼愚 所以是否应该是要将自己的助力 文宣工作全部都集中在什么? 和真正后面有power的那一位 自己都要想哪一位 然后请他出来对话 然后捉他来对话 同时你都将他们的名字 可以摆上去 美国的人权法上面 希望他们日后 做事有所修炼 千万不要 被分散助力 与警察的暴力上 因为他们每日都有暴力 无日无之 你的精神精力都会被分散在这一方面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将自己的 有限的精力 摆在有用的地方 否则的话 就很容易被对方所利用 而引致到整个运动就会跨台 八九民运的时候六四 都是 曾经是这样 所以就分散助力 那就是 当时如果是 话虽说回来 如果是撤出这个广场的话 然后再寻求更好的方法 就有可能避免了一个暴力的镇压 那场 游戏 或者那场竞争 或者那场 争取 仍然可以延续 中国的历史有机会改写 但是在被挑衅 被每日的 大家对方的冲击 有时候他打你的朋友 打你自己 打你的亲人 很多时候我们会 很 痛心 我们会 甚至会 躲起来会哭泣 甚至乎我们是想抱着我们的朋友 一起去大哭 甚至乎我们就想 抱着一些 Gear 立刻冲出去 跟他搏过 跟他死过 但这些是否 最好的行为呢 是否最能够获得最大效益的行为呢 大家真的要仔细想一想 在 下棋的时候 就对方最担心的就是你冷静去处理每一件事 当你一失控 当你一失去理智 当你一失去了你自己的思考能力 那一刻 对方就会将你 占有 和将你 打败 我都希望这个运动 是可以和平地 成功地 争取到 双普选 争取到香港人应该有的权利 然后 可以 不用大家戴面罩 然后 可以在和平的 我们的气氛底下 是由 这个 不要说 铜锣湾 由柴湾一直走 走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西环 又更远 捡尼地成 不用 又戴任何的口罩 和一边走一边唱歌 去慶祝 我们香港的未来 结论就是 不要让 对方 引了你去 用情感 或者用情绪 引诱了你去 一个陷阱里面 当你跌了一个陷阱里面 你不能够理性去思考 不能够理性分析 你打算冲出来 和他死过 博过的时候 你知道你就中了圈套 很希望大家 心思熟虑 我是香港人 我是一个金融人 我没有戴口罩 因为我说的全部都是 政治正确的话 当然 未必有人喜欢听 OK 但我希望大家 可以 细心的思考 我很希望 我们香港 是 继续好 经济继续发展 OK 在股票上 朋友会理解 就是说 当未来股市向下 因为这个政治运动 是否因为 会影响到我们 经济赚不到钱 或者我们金融 赚不到钱 这是错的 OK 冷冷税费在这里 再说一次 当我市况真的向下的时候 其实 投资金融的人 赚钱是最容易 以及赚得最快 因为在你 真的抛空的时候 你会很短时间 赚到更加多的钱 所以金融界会赚到 很多的钱 在这个 大林市 或者在这个 大事大非的日子里面 而且赚得很快 OK 是不是不公平呢 是挺不公平的 因为如果真的懂得 炒金融的 懂得去投资 在大林市 他会赚得更加多 OK 所以 大家去搞这个运动的时候 不需要想着 这个运动拖垮香港的经济 想又不用想 因为懂得金融 懂得经济的人 他自然有很多的方法去套凳 还有他有很多方法去赚大钱 特别在大林市底下 所以大家要理解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 什么叫大鳄呢 是不是 但我们最重要就是 锁定我们的目标 不要被人分散我们注意力 这里是水平投资日记 这一集讲的 纯粹是香港的政治 和经济的关系 9月26号 香港时间 下午3点半钟 多谢大家的收看